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这三位小美女 有的是小公主 有的很有活力 好可爱 欢迎第一位 婷轩 婷轩 跟大家一起招招手 婷轩好可爱 她像不像活力的体育老师 好像有一点点 第二位是小公主 麒麟 欢迎麒麟 你好 跟大家招招手 所以麒麟最近才当选了第一届美女小朋友家 好可爱 第三位是短髮美少女 是谁呢 我们来看一下 是逸婷 欢迎逸婷 嗨 逸婷 你好 跟大家招招手 好可爱 逸婷你几岁啊 三岁 三岁 好可爱喔 你头上那个发夹是谁给你的呀 我小时候医生给我的 你小时候医生送你的 好特别的礼物 代表还有乖乖看病喔 医生才会送给她 所以她现在都一定很健康 那三位小美女 不知道你们今天呢 喜不喜欢吃甜的 还是喜欢吃咸的呢 想要吃甜的还是 都可以啊 很难说啊 要看那个甜的或咸的好不好吃啊 还是试看谁做的呢 没有 我像尿主哥 你不要这样子 那我想要先听听看你想做什么 我想做的就是 腌脂夹 对 这个东西很特别 因为它是一个很好吃的一个点心 好 我做的是一种法式的食物 来 我来念 你好 其实这是格林蛋派 可是你有听过格林童话对不对 但是格林蛋派是法国非常著名的一道菜 好 真的喔 好 那小朋友想不想吃吃看 想 想 就是她们最大的声音了 很棒 不过希望我们待会儿 让她们吃到我们的食物之后 会变得很有精神 那现在跟我们一起来 上菜路 厨艺大车兵 唱唱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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好一朵美丽丽 今天是玫瑰花耶 为什么你有玫瑰花 因为我今天做的是腌脂夹 那我腌脂夹的材料 就是要用玫瑰花瓣来做 所以我们要先拿三朵的玫瑰花 把她的花瓣拿下来洗干净之后 就像这个样子 好多的玫瑰花瓣 好 那玫瑰花瓣好了之后 我们还要准备糖两大匙 还有奶油20克 还有就是吉利丁片两片 泡在冷水里面把它泡软 好 那现在准备好之后 我们就把火打开 开火之后呢 我们就先把花瓣放在锅子里 里面不用加水没关系 不用加水吗 不用 因为我们只是要把这个花瓣 煮软 让它这个香味可以散出来就好了 然后此时此刻 我们还要加入糖 就是刚刚说两大匙的糖 让它炒一炒 这个花瓣遇到热本身 可能就会有一点水分 会散发出来 真的耶 里面有变湿湿的了 对 然后还有奶油20克 也倒进去 看起来好特别 你看 像这样子 我觉得奶油香味好重 好酸喔 而且还有玫瑰花的香味 是不是要不停搅拌 不然会有那种烤焦的 对 然后再来呢 我们就把几粒丁片给放进去 慢慢的放喔 好 几粒丁片一下就融化了耶 对啊 因为我加了几粒丁片 等一下呢 就会 变稠稠的 变稠稠的 就是会变成玫瑰果酱了 所以我们呢 像这样煮好了 等一下就放在旁边 等它凉掉就可以了 那香药哥哥 你咋要怎么做啊 我的法国著名的一道菜 格林蛋派 现在要开始做了 格林蛋派 首先要准备的就是吐司 那我们把它吐司去边之后 大概两片放在这种布里面 好 那我上面就可以用这个 保鲜膜这一下 然后把它压平在最下面 压平 然后接下来呢 要准备一颗蛋 把它放到一个大碗里面 一颗蛋 然后呢 再加入60ml的鲜奶油 倒进去 然后我们要把这两个东西先打匀 就会变成蛋黄奶油 接下来呢 打好这个蛋黄跟鲜奶油之后呢 我们就把这个起司呢 跟培根加到这里面去喔 把它倒进去 看起来就会很丰富 这样子味道就会融合在一起喔 还有培根 好 那我现在要把它倒进去了 哇 真的很像上面加了意大利面耶 很像那个奶油蛋黄培根 对 答对了 然后呢 你看 倒好了之后就会像这个样子 看起来就很像意大利面喔 那我们先把烤箱预热160度之后呢 把这个隔铃蛋派放进去 然后烤30分钟就可以了 那我们赶快来看看雪咪小姐那边喔 你看 我的玫瑰果酱都好了耶 登登登登登 我已经把它装盘了 看看是不是很特别很好吃的样子啊 好 那现在我就要把它抹在吐司上面咯 来 把它这个果酱挖起来 然后呢 准备吐司我们把它切边 好 我觉得这看起来很特别耶 对啊 看起来就很好吃的样子 对不对 很像白木耳 哪有 才不是咧 等一下你吃吃看就知道 为什么叫腌脂夹了 你看我把这个 这个玫瑰果酱放在里面 然后再把另外一片吐司呢 把它盖上去 然后就好像把这个红色的果酱 夹起来的感觉喔 哦 腌脂的颜色又跟玫瑰很像 对 腌脂是什么 小朋友知不知道 腌脂就是呢 雪咪小姐有时候画中 会画这个红红的栽红啊 这个就叫腌脂 好 那我夹好了之后呢 我就要先把它这样子 放在蛋液里面沾裹一下 好 上下都沾一下喔 好 然后呢 沾好之后呢 好 然后我在瓶锅上呢 先放一块小奶油 让奶油融化 好 然后呢 我就把这个腌脂夹的 放上去煎一煎 哇 听到飘翅飘翅的声音了 好 这样子正反两面煎一煎 等一下就完成了呦 我的 格林蛋白已经烤好了 我们赶快看一下烤好的样子像什么 哇 你们看到了没 上面的起司已经融化了 而且里面还有培根喔 好烫喔 然后呢 这边我还准备了这种炒过的火腿丁 看起来就会更有营养 炒过了火腿丁把它撒在最上面 撒上去 看起来是不是很好吃呢 我觉得它像是一道很丰富 然后又有营养的早餐 下面我再把它装饰一下 好了 我的做好了之后呢 现在我要把它装盘了 然后我已经煎好了在这边 我要加入了秘密武器 就是炼乳 你怎么每一集都有秘密武器 因为这个一定要搭配这个才好吃 你看我几一个爱心的形状 好了 好的 我的完成了 我的也完成了 来 一起来给大家看一下 好 在这里 我的好烫 拿不起来 好 来了 咖喱蛋派还有 我的腌脂夹 就这样做好了 那现在就到我们的食吃时间 好 那我们可以先吃香蕉哥哥 咸的 咸咸的 有火腿的那一个 先吃咸的再吃甜的 来 你吃这里 好好吃的感觉 你看 好烫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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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现在吃吃看水蜜好几节的这个 更好吃 好好吃 好不好吃 好棒 我觉得两种味道都不错 而且有一种 我们好像到欧洲的感觉 你不觉得 真的 而且这两种料理 没想到这么简单 可以这么好吃 真的很好吃 好 那我想今天的小评审 可能很难租出决定 那没关系 我们还是要举牌 倒数五秒 然后我们把牌子拿好 好 倒数了 好 5 4 3 2 1 请取牌 抱歉 我抱歉 好 谢谢你们 真的很感动 没想到胭脂甲获胜了 叉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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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然后妈妈喜欢小朋友喜欢的菜 对啦 好吧 下次呢 你下次加油真的 对啊 可是今天这个女生很好吃 我真的替你感到有点 我真的有点觉得 是谢谢承让 你知道吗 承让是应该你说 然后是他们不愣 不过我觉得 小朋友呢 只要喜欢吃这道菜 那爸爸妈妈看他们在吃 自己做的菜的时候 心里面感动的 没错 今天要谢谢我们的小客人 谢谢你们 那小朋友下次同时间 还要收看我们的快乐魔法屋 下次见 拜拜 拜拜 真的很好吃啊